刘学义、李红义、敖瑞鹏等主演的电视剧《少年歌行》 新的剧情中因为萧瑟强行动用了流转之术 对付唐文老太野 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他必须出海外仙山寻找仙人求取捕魂之术 否则将命不久矣 而这一次他们东行 吴欣却无法陪伴 因为吴欣开始调查自己父亲叶鼎之当年真正的死因 从新的剧情中 萧瑟等人正式启航 前往三舌岛 想要从三舌岛开始寻找蓬莱仙山 而从预告来看 萧瑟等找到了鬼仙墨依 而且萧瑟和墨依大战 利用新魔淫解决了鬼仙墨依的心中执念 让墨依重回正当 墨依也出手帮助萧瑟恢复了隐脉 接下来就是萧瑟回到雪月城 随蓝月侯重归天启 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了 然而此时的天启却是风起云涌 不管是赤王萧羽还是白王萧重东 不希望萧瑟回归天启 因为两人都有志于皇位 更为重要的是明德帝命不久已了 因为萧羽为了夺位做足了准备 他将诡异夜宵收入麾下 而且还将无心给炼制成为了要人 不仅如此 他更暗中将自己的母亲炼制成为古王 秘密和暗和等联手 自己麾下更是有着无数死士 随时准备夺取皇位 当然原著中的关键还是孤剑仙洛青阳 洛青阳喜欢赤王萧羽的母亲义文君 两人更是师兄妹的关系 于是他将孤剑仙给请到了天启城 萧瑟虽然恢复了武功 可实力也只是逍遥天进 距离孤剑仙洛青阳还有巨大的差距 更何况洛青阳的九哥剑武大城 的确异常强大 萧瑟差点死在洛青阳的手中 其实后面萧瑟有机会成为神游玄境的 只是可惜为了司空迁落 不得不放弃进入神游玄境 只不如半步神游 和洛青阳大战 最终萧瑟一天斩剑师斩列国剑法 破了九哥剑武 但洛青阳也借此进入神游玄境 只是出入神游玄境 他心智不稳 走火入魔 差点杀了明德帝 使国师出手救了明德帝 最终洛青阳被一文君所救 赤王萧瑟也因此发动了暴乱 利用武林高手击杀进内军 而且还利用古虫发动了生化危机 但好在吴欣故意被他控制 就是为了查清楚古王在谁的身上 萧瑟利用心魔引救了吴欣 吴欣将一文君体内的古王取出 萧瑟彻底失去了两大壁柱 孤见先落青阳不再帮他 古虫之威也彻底解决 加上他下毒毒害宁德帝 知道自己没有希望活着 最终只能自尽而亡 然而最后的大结局 却并非是萧瑟等级 明德帝留下两封遗诏 一份给了萧瑟 让萧瑟的先公布 另一份则给了 五大监之首的锦宣 然而 萧瑟的那一份最后宣布 却是传位给白王萧崇 白王萧崇继位 而锦宣手中的那一份 传位给的却是萧瑟 不管明德帝意图如何 萧崇最后都继位成为了皇帝 而萧瑟 吴欣 雷无杰这铁三角 在天启之战落下帷幕之后 令人十分好奇他们的结局如何 莫非真的是各奔东西吗 事实上原著最后的结局 吴欣离开了天启 经过穆良成和自己的生母 团聚了一段时间 最后回归天类天了 的却算是各奔东西 至于萧瑟和雷无杰却并没有分开 原著最后 萧崇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国师 结果雷无杰出现帮飞轩赶走不少高手 萧瑟更是早就布局 帮助飞轩登上国师之位 而萧瑟和雷无杰两人应该都回归雪月城了 萧瑟还准备和司空迁落大婚 至于雷无杰自然也是急着和叶若依大婚了 最后的结局除了吴欣 回到天类天之外 都还算不错 唐连也没有死 至于剧版 个人认为吴欣很可能会解散天外天 回寒水四去 当然具体如何 还得看后续剧情的更新 期待后续剧情